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上一个系列啊,咱们说的是诸三太子案 主要呢,就是介绍一下崇祯皇帝的皇子们的凄惨命运 这两天啊,我琢磨了一下 那既然咱们要讲嘛 咱们干嘛不把这崇祯皇帝所有的家人的悲惨命运讲完呢 那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人物啊 您就可以当成是上一个系列的番外偏听 那今儿咱们说谁呢 其实咱们说的人啊,名字叫做朱美绰 怎么着,您听着这个名字耳声啊 其实啊,这个叫朱美绰的姑娘啊 她是崇祯皇帝他们家呀 在民间最有名的一个人 最起码在近现代是这样吧 因为她呀,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里频频出现 那么她是谁呢 她就是林佩芬写的《明末春秋》当中的《长平公主》 《碧雪剑》当中的《九儿》 在江湖三女侠《鹿顶记》里啊 她又成了吕四娘伟小宝的师父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独碧神尼 对喽,这位叫朱美绰的公主啊 就是我们常提到的《长平公主》 《崇祯皇帝的大女儿》 在咱们说《长平公主》这段书之前呢 咱们先得以正式听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过很多讲述《长平公主》的文章 在公主的名字、封号以及这个生母和出生年月上啊 都有很多的偏差 导致现在呢很多博主啊 在讲这位公主的故事的时候啊 那也是人云亦云 把这些错误啊 就直接放到了自个儿的节目里 所以说到了我这班啊 咱就不能这样 咱们呀还是以正式为主 也始为辅 好好的聊一聊这位公主的身世 有人说呀 这《长平公主》这个嗜好 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这《长平公主》 在明朝时候的封号啊 是昆星公主 《长平公主》的嗜好啊 是满清朝廷给的 所以说这后世很多的一老一上 在他们的嘴里啊 称呼这位公主 永远称呼为昆星公主 而不称呼为《长平》 您凡是参看后世笔记 在这个书里啊 把她称为昆星的 那著书之人啊 必是乾明的遗老 可是到了现在啊 咱们没有什么可抬杠的余地 您比如说呀 这《长平公主》《磊》 《人海记》呀 《明记》《索文》 《明公辞》 《明记》《北略》等等等等 我们查到的这些文献啊 这《朱美初》啊 在乾明的时候就被封为了《长平公主》 也就是说呀 这《长平公主》名字《美初》呀 意思是这孩子呀 又听话又恭敬 您看她是好字眼吧 接下来一点呢 咱们就得说这《长平公主》的年龄了 很多文章里啊 提及《长平公主》 与这个《黄太子》 《朱次郎》对话的时候啊 有的文章呢 说是兄妹 有的文章啊 说是姐弟 那么究竟这二位她谁大呢 说实话呀 这事儿不用胡编 有《明公荡》 这些博主啊 仔细一查就能知道 咱们就先说这《长平公主》吧 这《长平公主》啊 出生在重征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 那一年啊 按功力算 应该是一六三零年 这太子《朱次郎》呢 出生在一六二十九年的二月二十六 如果要是按咱们中国本国的农历算呀 就是重征二年的二月初四 您瞧 这不是很明白吗 太子大公主小 在我说太子那份的时候 有人就提醒我说 说这个太子到了周魁府上 说找妹妹是错的 应该说是找姐姐 您瞧了吗 这《明史》和《明公荡》啊 上面写的都清清楚楚 这事咱们不用色的白裂的掰着 关于这《长平》的生母啊 有人说是王选世 王顺飞 其实啊 也不对 那个呀 是小说里边所写 纯粹是让《明末春秋》 这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带篇了 《长平公主》 上边写的很清楚 《长平公主》者 名崇祯皇帝女 周皇后所产 甲身之岁 书灵 衣食游武 从这就可以得出结论 这《长平公主》的生母 不是王选世 而是大明的孝节列皇后周氏 咱们一开番啊 就先交代了一下 这《长平公主》 朱美错的基本情况 那接下来呢 咱就得说说呀 这《长平公主》的命运 是如何的 哎 要是提起这位公主的生平啊 那简直是 不说不惨 一说 很惨 公元1644年 那年呀 是大明崇祯17年 假身3月19日 大明司宗皇帝 在紫禁城后的眉山上啊 自意身亡 就在他死前的前几个小时 这紫禁城里呀 已然是乱了营了 司宗皇帝崇祯 先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 托付给了太监 让他们呀 把这些皇子们 送到外戚的府中 然后呢 又逼死了自己的皇后妃子 用手中的利剑 杀死了六岁的招人公主 可怜这小公主啊 瞪着两个大眼睛 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声没坑啊 就死在了自己父亲的剑下 倒在了血泊当中 处置完这些人之后啊 这崇祯皇帝心里明白 还剩下一个人 还没有处置 谁呀 这就是他视为 掌上明珠的长平公主 在崇祯皇帝心里 众皇子 众皇礼当中 最受他喜欢的孩子 就是这长平 那简直啊 就是崇祯皇帝的掌上明珠 可是呢 这国破之后 最不能活在人间的 也是这长平公主 因为这公主啊 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呀 年纪十六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水村一样的闺女 若是落到了贼人手里 那那那 那后果简直是不敢想啊 孩子那肯定是受尽凌辱 这天家颜面又何在呀 于是这崇祯皇帝一狠心 提了这宝剑 就去了公主的寝宫 这会儿的公主啊 十五六岁了 大人了 什么事都明白 看着自己父亲 铁青着脸 披散着头发 提着带血的宝剑 到了自己的宫中啊 这公主对活下去啊 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于是呢 就默默的跪在了自己父亲的脚边 这朱尤简啊 看着自己面前默默无语 跪着的女儿 这手里的宝剑啊 好像有千金之重 想举呀 是真举不起来 她在来的路上 早已经想好了 若是这公主哭闹求情 那么自己趁着怒气一见 也就把她结果了 可是啊 现在看着平静的公主啊 她倒是没有办法了 眼前浮现的都是平时 父慈女爱的天伦景象 此时啊 这妇女二人都已是满脸的泪水 这崇祯皇帝只能对女儿 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 你怎么就脱生在皇帝之家了呢 说完这句话呀 这崇祯皇帝多了多梭的举起宝剑 一剑就劈在了公主的身上 这公主一下子就疼死了过去 昏死在血泊当中 薛微的缓了一下神 崇祯皇帝一看 这公主并没有死 再看这女儿第二剑 这父亲是无论如何 也下不去手了 于是这皇上一想啊 爸爸爸 个人命自由天 来人 把公主伤口包扎好 送到他的外祖父周葵家中 转告周葵 好生替朕 保护着天家骨血 于是这崇祯皇帝啊 也算是了了牵挂 抽了神武门 去找他那条上吊神去了 按下眉山字一步表 咱们再说说呀 这会儿的周葵府上 这会儿的周葵啊 正作牙画子呢 为什么呀 因为刚才内侍啊 把三位皇子 已经送到了自己的府上 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啊 这受了伤的公主也来了 没办法呀 先把公主啊 送到后宅 请大夫治病养伤 这哥四个藏在周葵的府里啊 那周葵认为啊 那可不是烫手的山芋 这么简单 那简直啊 就是四枚 点着了泡鸟的炸弹 可是啊 转念一想啊 这周葵又不着急了 他想啊 这也没准是我周葵 保命的本钱 说说至此啊 这周葵的坏心思就不用我多讲了 于是啊 转过天来 这大顺君进城 闯贼的手下刘宗敏 刚一收府 这国仗周葵啊 就把自己这三个外孙 一个外孙女献出去了 这刘宗敏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他心里啊 明白这呢 这三个皇子啊 献给闯王李自成 这闯王啊 自然有用 是杀是刘啊 那是李闯王的事 这公主呢 自然是个好物件 十六岁的年纪 要是做个压寨夫人 那岂不是美 想想 人这一生 谁能娶到这天家的骨肉 皇上家的公主啊 那么说得嘞 造反造到头 不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吗 可是他再一看呢 这公主啊 躺在担架上 浑身是伤不说呀 身上还少了一条胳膊 这刘宗敏啊 立刻就没了兴趣 跟那个周葵说呀 这死了的 我们可不要 周葵联盟说 没死呢 活着呢 那也不要 留在你这好好养伤 听候闯王之后的发落 并且呀 好生戴成证 有了任何闪失 唯你试问 得 周葵这马屁呀 算是拍题子上了 可见啊 浑横闷愣的刘宗敏 也不待见这种啊 卖主求荣 下作的软骨头 没办法呀 这周葵呀 只有把长平公主 留在了自己的府中 谁想啊 还不到一个月呢 闯贼带领着大顺军 在山海关城下 与八旗兵一通熬杀 结果呀 被打了个丢盔弃甲 跑回了北京 逃回北京之后 在五英殿 慌忙称帝 然后啊 向西南逃窜 接下来呀 就是大清国的军队 占了北京城 大清国的摄政 锐亲王 都尔滚 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大明朝的一老一少 宗室皇亲都可以优待 但是 崇祯皇帝的亲生儿女 是不能留在世间 崇祯皇帝的皇子 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 反清复明的旗帜 所以 必须让崇祯这一门 绝了后 可是啊 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呀 在前国庄太师 周葵的府里 就藏着一位 大明朝真正的公主 就是长平公主 朱美处 当他得知这公主的情况之后啊 他又琢磨了 杀了他 还不如啊 用他来买个好 买天下所有对前名 还有幻想人的好 买那些个前名 一老一少的好 他打听到啊 这长平公主 早就和周贤订了婚 要说呀 早就该完婚了 就是让这战争啊 耽误了婚期 没费多得劲 这摄政王啊 就找到了周贤 并且还给封了个 都尉的官衔 气着咔嚓 就给这二人玩了婚 并且呀 这前朝公主的婚礼 在北京城 办的是十分盛大 从前份的书啊 您就能听出来 这长平公主啊 她是个有气性的人 大清朝这么对她 她高兴吗 她不高兴 史书所在 说长平公主啊 当着外人的面 还能有说有笑的 不过呀 自己在私下之处的时候 经常哭泣 哭一声自己的皇妇 哭一声自己的皇母 等眼泪都流尽了 眼里边流出的就是血 您想这公主 本身身上就有伤 又常年呀 以泪洗面 所以呀 是非常柔弱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就因为呀 公主太虚弱 生病 轰逝了 那么这长平公主 她长得到底什么样呢 有人说呀 在周显他们家 看到过一张 长平公主的画像 这画像上啊 倒不能显示 这长平公主断了一臂 但是在右夹上啊 有三道剑痕 这就是崇祯所砍 有老太监啊 看到这张画像之后啊 就哭 说呀 这公主的眉宇间啊 和先帝爷是一模一样啊 史书所在 杨孝宇 隐处则隐气 忽黄妇黄母 气尽即以雪 是一座累积 怀任五月 于丙臣八月十八日轰 书令时有妻儿 都为藏所遗容 左夹三剑痕 即尚所积也 老内是剑 折拜月 梅似先帝云 得嘞 这长平公主的故事啊 我就给您讲到这 咱们呀 明儿见